吃酒就千萬五湯塞車 今年晚餐在台十七山 台南北門六丸 有發生一站吃酒塞車的失望車河 蘇東時是當作兵 洗澡的一個阿朋友 他吃酒後 又在朋友去廟會 出車河有做生三的人失望 這個案件現在經過 國民法官的心理 塞車這個洗澡的阿朋友 紅棚三年六個過 行車快速 他就讓我們又撞到分價值 今年晚餐 四餐的上班 臨保在台南後載四的朋友 去參加台南廟會活動 結果車是去控制 首先港車的朋友三四一床 案件變成台南頭一座 國民法官心理案件 一個國民法官發言 撞到密密密密密的車 其實是改裝車 這個車速才是過框 他的車速才是可以提升 為各種問題 差點操心是敲鎖 國民法官提供 不一樣的平衡 角度 我們今天是會不選擇 市民黨的上班 那個時候是現的軍營 國民他知道 臨酒塞車的效果 今年又開車 造成三家庭破口 讓人認定違反 六海空軍憲法 雖然跟市場的家庭 嚇壞又不健康 還是敲出三年六個月 尤其道行 一年三個月 所有的可檢條件都一樣 那為什麼到國民法官 要審理之前的兩個禮拜 才達成可檢 就是因為這個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呢 沒有做對被告 這個有過多的有力的考量 市民黨的上班 案發了後四天 就讓部隊記者開讀 會部隊律書的背判 出色定性 實際的解釋都不夠定 雖然因為市民黨的上班 協會要到生意不夠 不過考慮 比國家庭經濟狀況 國民法官有一段 動議本案迫出興趣 希望比國後現後 要回來社會科林 這人還可以當上手 記者中華報道